大家好,我是散人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形象是我用免费的Hyper软件设置的 我之前用过很多的VTuber虚拟化的软件 比如VMagic Mirror,VC Face,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等等 这些软件如果你使用摄像头来捕捉,它是免费的 但如果你要使用iPhone来捕捉,那么就要收费了 还有一些软件可以使用iPhone来捕捉面部 但太过复杂,比如说Lifelink Face加虚幻5 我花了两天时间找到了一个可以使用iPhone来捕捉面部的VTuber软件 使用它非常简单,这款软件叫Hyper 你可以直接在苹果应用商店搜索下载 你可以用它来直播或录制视频 你现在看到VTuber就是使用Hyper完成的 如果你想要在桌面上录制视频或者直播 那么你需要下载一个搭配Hyper使用的实时流软件 它叫Streamlabs Streamlabs是基于OBS开发的免费实时流软件 Streamlabs的安装很简单 我在这里就不做演示了 Streamlabs它支持Windows操作系统和苹果操作系统 在使用上 苹果操作系统只需要将数据线连接到你的电脑就可以了 而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家人们目前个人不推荐你使用 因为它要求你需要准备一个能够采集iPhone视频数据的采集卡或者软件 采集卡我查了一下比较贵 能够采集iPhone数据的软件我目前还没有找到 等我找到了再做一期视频分享一下 对使用于Windows系统的同志 可以使用VC Face加iFacial Mocap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组合 当然如果你不需要使用iPhone来捕捉的话 这些都是免费的 现在我们来开始设置 我们打开桌面的Streamlabs 打开之后 默认窗口显示的是英文的 如果你需要设置成中文 可以将鼠标移动到左上角 点击Streamlabs Desktop 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Preferences 接着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General 在右侧窗口中找到Language 点击下方的下拉列表 选择繁体中文即可 现在将你iPhone连接到你的电脑 在你的应用商店中搜索Hyper下载 下载好了之后打开Hyper 点击Go Live 点击Setup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在上方点击OBG Tools 在下方Chroma Key区域 除了Off选项 其他两个选项是设置VTuber的背景色的 背景色 只有Green和Blue两种 设置背景色的目的是 当Hyper把数据流推送给Streamlabs的时候 可以在Streamlabs设置过滤器进行实时抠图 在Streamlabs直接可以替换上自己喜欢的背景 这在录屏或者直播时非常有用 这里我选择绿色 如果你不喜欢竖屏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Rotate按钮 切换为横屏 切换好之后 我们点击下方的红色按钮 Start OBS Mode 此时Hyper会把面部捕捉的数据流传递给Streamlabs 现在我们回到Streamlabs 添加一个视频捕捉装置 用来捕捉Hyper传递的数据 我们鼠标移动到窗口下方 点击加号按钮 在弹出的功能窗口之中 我们找到视讯读取装置 点击选中它 点击新增来源按钮 在新增来源窗口中 它让你输入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随便输入即可 我这里就用默认的名称 输入好名称之后 点击新增来源 接着 它会弹出一个视讯读取的设置窗口 装置就是默认你的iPhone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你连接的iPhone不要和你的电脑断开连接 否则你无法配置下方的预设值 这里的预设值就是录制视频 或者直播的分辨率 我这里选择的是 1920x1080 现在已经设置完成 简单吧 手机和电脑面部其实已经同步了 虽然在我的视频上看起来没有同步 那是因为平博手机系统的限制 没有办法再开启Hyper和Streamlabs 连接的同时进行录像 现在你可以试一试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你帮我点个赞 谢谢